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是反而是右腳的這個皮肉傷 很嚴重這邊 對 換藥最痛是這裡 一開始啊會擔心說是不是沒辦法正常的活動 然後因為我覺得恢復效果還算不錯 就是自己精深精力所以覺得 應該是可以讓我回去銜接工作這個 時間呢可以慢慢的縮短 比如說可能原本要四個月半年 然後可能兩三個月後我自己努力做復健 然後慢慢的就是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上 雖然可能原本做了負重訓練沒有辦法那麼強烈 但是我覺得因為動手術的關係啦 微創手術的關係應該會讓我進步的速度再加快一點點 所以平時平常的訓練也是要有 不然其實去做一些恢復訓練來說的話呢 可能時間還是會需要長一點點 對阿上身就這樣動其實就其實沒什麼差 就是可能活動都會受限我覺得這很正常 因為肌肉有有 他是說肌肉縫嘛 一定會縫得比原本還要緊一點 然後慢慢再讓你拉開到原本的肌肉長度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受限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要去多做一些活動伸展 透過後續的復健慢慢的去做改善 當然也是因為疼痛感很低 所以你才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不然如果疼痛感很明顯 叫你這樣拉其實我也不太敢 那所謂胸臂的微創手術呢 他是在我們肋骨開放腹位固定手術時 我們透過比較精準的定位 電腦斷層透過3D 將它相對的位置定位出來以後 同時病人在進食手術之前 透過精準的定位 在皮膚上定出它每個骨頭骨折的位置 然後透過一個適當的傷口設計 我們可以再以一個最小的傷口 那處理掉最大的一個範圍的骨折的治療 所以說在透過這樣精準的設計以後 我們可以再以最小最小的破壞 得到最大的醫療效果 那同時病人裡面得到的好處呢 除了阻止破壞少恢復時間短 同時疼痛度也下降 病人可以從裡面得到最大的好處 因此目前來講 我們在一個微創手術的進行上 幾乎是一個常規性的 那同時也提供病人這樣的一個治療 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最大的好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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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